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君洪台长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将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将佛法至上圆融的智慧融入现代生活 为众生指点迷津 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学习人间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卢台长已近二十年的无私奉献 慈悲度众数百万人 无数佛友因心灵法门而离苦得乐 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卢台长也被誉为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美洲 澳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球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现在 全世界已有七百万佛友 跟随卢台长学佛修心 卢台长在世界各地的 为救度众生与世界和平的努力与贡献 广受国际社会的肯定与赞誉 2012年 卢台长应邀赴哈佛大学弘扬佛法 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并在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获得世界和平奖 与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2013年 在德国柏林 全球文化外交高峰会上 卢台长与来自世界36个国家的政要宗教界领袖 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 再次获得世界和平杰出贡献奖 时隔两年 卢君洪台长新系新加坡佛友 再次来到新加坡这片佛家净土 使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 普照有缘 今日 我们有缘相聚于此 共慕佛光 共瞻法喜 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成全 也感恩新加坡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请卢台长接受博友敬献的鲜花 我调女 我调女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普将甘霖 法力无边 救度众生 让我们在末法时期成为有缘众生 共沾法衣 法喜充满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佛陀的出家日 让我们缅怀给人间带来如此殊胜佛法的 我们的尊敬的释迦牟尼佛 感恩 感恩隆天护法 各位高僧大德和全世界各国众佛友们 广发慈悲 让天上人间一片祥和 法会殊胜 佛法成为我们人间的一指 让我们共同跳出人间的烦恼 珍惜生命 长生慈悲 才能让自己的心佛合一 成为人间菩萨 人之所以有痛苦 在于人整天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而任何错误的东西 它对人都会有一定的刺激性 所以当你在追求任何刺激你的行为和事物的时候 你就要好好地当心了 因为追求名利和物欲都会伤害到你 希望大家一定要放下和舍去 我们永远不要去追求那些会伤害我们 和已经伤害我们的欲望 这样我们才能不会浪费我们的生命 在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面 就犹如同样的一个瓶子 我们可以装上同样的善良的好的食物 同样的一个瓶子 也可以装上毒药 就犹如我们的一个心 我们可以装上烦恼 也可以装上快乐 希望我们用这颗心 经常装上佛的慈悲和伐喜 而去除烦恼和业障 想想每天离开这个世界的人 将有十六万人 每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有十六万人 你还活着 你就要好好地珍惜啊 因为想想哪一天 你就会进入那十六万人的当中了 你连嫉妒 烦恼 忧愁的权力 你都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不马上放下呢 为什么还要用这一点点 有限的生命 去追逐那些让自己痛苦的物质和思维呢 要放下 想想你们年轻的时候的追求 现在在哪里 想一想 我们父母亲的一辈子 为了我们 为了他们自己的追求 又得到了什么 所以 学佛就是要开悟 就是要想通 想明白 就是要学会放下 既然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一定要尽早放下 其实 人的快乐和痛苦 都不是永恒的 想一想 快乐的时光 很快会过去 悲伤的时光 也很快会散尽 所以 当缘分 已经散尽的时候 我们过去的 就一切 成为梦幻泡影 所以 追逐于过去 不能忘记过去的人 那他永远是 活在痛苦当中 就像很多年纪大的人 经常说 想一想 我过去 人家是怎么样 对我好 怎么样捧着我 而现在 你们这些孩子 怎么对我这样 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自己 没有放下 所以 过去的 一定要让他过去 不必 一直挂在心头 台长 告诉你们一句话 真正的失败 不是摔倒在地上 而是摔倒在地上 你 没有 爬起来 一定要 一定要站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做错很多事情 想一想 我们从年轻到年纪大 我们伤过多少人 我们得罪过多少人 我们说错过多少的话 想一想 我们自己在心中 惭愧的心 有多少 我们对不起的人太多了 我们对不起曾经爱过我们的人 我们对不起父母亲的教育培养 我们 我们找不到老师给我们的尊尊教导 而我们现在 迷失在人间的滚滚红尘当中 所以我们天天在找啊 我们还要找寻怎么样发财 怎么样有名 还要怎么样有利 想一想 这些都是空性的 都是空无的 一定要抓住自己的本性 正确地树立 学佛的信心 我们就是要在人生的错误当中 得到醒悟啊 既然我们做错了 我们就要懂得醒悟 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 如果没有人间的坎坷 我们就不会发现伟大的佛法 在一个靠海的山洞里 有一位老法师 就是在这个山洞里 修心修行 他正在打坐 听到海边 传来一个女子的哭声 他越听越着急 急忙自己下山 果然在夜色下 一个女子就想往海里跳 这个老法师一把把他抓住了 抓住之后 从水里把他拉出来 女子非但不感激他 还埋怨他多管闲事 法师问他 你年纪轻轻 为什么要轻生呢 这个女子说 这个地方是我美梦开始的地方 因为我既然在美梦开始的地方 我就想在这个地方结束我的生命 原来三年前 这个女子到这个地方来旅游 不期而遇的碰上了一位男士 这位青年两个人一见钟情 生育一子 但丈夫是车祸死亡 车祸死亡之后 他心中悲伤的悲痛 这还不是苦难 最苦的是他的孩子 肺部发炎 最后也走了 所以他说 我一个人没有丈夫 我现在又没有孩子 我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 老和尚哈哈大笑 说 小女子啊 你三年前在此地有丈夫吗 没有 请问你三年前在此地有没有儿子 没有 你现在不是和你三年前一样吗 那时你到岛上来是为了自杀吗 这个女子说 不是的 这个和尚说 你知道吗 三年前你什么都没有 三年后你还是孤独一人 就像三年前的延续 只是还原了一个你 为什么你不能重新生活 增长了阅历 更好的懂得生活的价值 美好的生活还等着你呢 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豁然开嚷 大家知道 我们在人间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们有什么留得下的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是孤生一人 走的时候也是孤生一人 但是要懂得 但是要懂得生活就是在轮回当中啊 生命在进取当中 只有学博人的生命 才会是永恒有价值的 只有学博人的生活 才是最有意义的 要经常的冷静的问问你们自己 我在追求着一些什么 我活着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间的痛苦快乐 它都是暂时的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就永远没有机会给你烦恼 控制好自己的心啊 控制好自己的情啊 我们每天在织网啊 我们追求钱的人 慢慢的就被钱网住了 很多人买了股票 不就是被股票套住了吗 很多人被感情所困 因为你钻到了感情里边 还有很多人为命运 为事业所困 有些人为孩子所困 最后你就被孩子所套住 希望要懂得 佛教的对象 实际就是解决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 被烦恼所困扰的问题啊 所以生死之中就无佛了 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你今天还有生死 你心中就没有佛 在你心中 那你一定就在六道之中轮回 永远脱离不了苦痛啊 所以超脱六道 就是解放自己的思维 就是用自己的心念和菩萨 紧紧的合在一起 用佛菩萨的智慧来解脱我们现在 放下 那你就是活在当下 人总是喜欢把自己一种意识当成是自己 有时候并不是你自己啊 你们很多人活在意识当中 你们知道吗 就是想象某一个事情 以为这就是我 所以被意识就控制住 其实你是不贪的 但是看见别人都在贪心了 你就会加入到这个贪心的队伍当中 实际上这个就是假我 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很多人看见别人在排队 自己的本性说 我不在乎 什么东西便宜都无所谓 但是看到队伍越排越长 你也先排上去再说 排好之后再问人家 对不起 卖什么 他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已经先排队排上去的 因为这个意识 是不是你真实的自我 是假的意识 所以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 实际上就是通过别人的事情和感官所形成的 那么并不是你真正的你 那么台长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早晨想出门 那么突然感到外面特别冷 你就不想动了 刚刚想出去 突然之间一个意识进来 哎呦很冷 我不去吧 今天请个假吧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意识指挥着你的整个的人体 这就形成了一个感到寒冷的意识的我 所以很多人的意识为什么会做错事情 很多抢劫犯被警察抓住的时候 他才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就是一种冲动 要记住冲动就是磨呀 心中平时要有佛性 他磨性就会少啊 要懂得 要忘却一个虚妄的我 形成一个真实的我 那才叫忘我 有一个非常烦恼的人 他去参拜一个智者 他想解决问题 他一见面就问很多问题 智者跟他说 嗯 你问了很多问题 但是你的问题呀 太小了 我看不见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怎么样能够让你看见呢 你等一年 等你这些问题全部长大了 我一定回答你 这个人等到一年之后 他又来参访这个智者 他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过去想问你的问题 经过一年之后不见了呢 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这个智者 突然之间 因为古时候 房间里都是那种小的油灯嘛 突然之间把灯一吹灭 灭了之后 他说 你帮我倒一杯水吧 水在哪里 杯子又在哪里 这个时候 那个智者说 在你背后的墙角啊 那个凡人 跌跌撞撞的 找到了水 找到了杯子 倒了一杯水 又跌跌撞撞的 提的水杯去给他 等到跌跌撞撞 见到了这位智者的时候 里边的水 也撒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那个智者就告诉他 我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了 这个烦麻烦的人说 我不懂啊 智者 你是怎么样回答我这个问题的 那个人说 因为在光明当中 黑暗的一切问题 都是不存在的 因为你过去的问题 在于你的心是黑暗的 你没有看清楚 它的本质和实质 经过一年之后 这些问题都被你通过时间 而看清了 你现在的心中是光明的 所以光明才会让我们 无忧无虑 点燃我们自己的心灯 照亮别人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自己一个火把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永远不灭呢 你的火把能够点一天也好 点半天也好 终归会灭掉的 只有把这个火把 点给全世界的 每一个有缘众生 你的佛性在你心中 才永远不会毁灭 我们学佛人看事情 实际上都应该看成两面性 我们要把任何事情要看成有正的 有负面的 你的心理平衡才能会形成 很多人就是不会用心理平衡来学佛 学法 想一想 今天我们已经学佛了 我们懂得应该怎样珍惜人生 看见别人好了 要想到别人是付出努力的 这样你的心就平衡了 看见别人不好了 要警戒自己啊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修行啊 所以平衡自己的心态 你就会决定自己不同的人生观啊 价值观啊 这都是靠着你一种平衡的心态 任何人学佛能够成功 都是靠着自我调节的心态啊 学佛人要用妙法看人生 人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不实的 今天有 明天没有 后天有 大后天又没有 我们人就是在四有四无中活着 我们人就是在好像活着 又好像死去一样的活着 生活着 所以生死那是轮回的 生生死死 活着的人不懂得学佛 不懂得爱护众生 不懂得因果 那像死人一样 而死去的人因为他的精神永存 那他像活着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肉体是暂时的 要借甲修真 让我们的灵性跟着菩萨 在人间永存 要用乐观的心态 去看所有世界上的事情 台长告诉你们 举一个简单例子 你们都明白 什么叫观点 什么叫乐观和不乐观 悲观的人 如果看见桌子上有半个面包 他会说 就剩半个面包了 而乐观的人 看见这个面包 还有半个面包 他说 哎呀 怎么 还有半个面包呢 这就是人的心态 希望大家端正自己的心态 好好做人 台长 天天在广播当中给大家看图腾 今天来的人都希望台长给大家看图腾 那么我告诉大家 在13年的10月19号 台长看出这个听众家里佛台上 不止一尊观世音菩萨 这个听众呢 开始呢 还非常诧异的 他说 我只供了观世音菩萨 台长说他 你不止 接下来他才承认 哦 还有一尊土地公公 那么接着台长就说出他家 供奉的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像 而是一尊慈像 听众问自己的感情 台长说他 以前有一次谈了很久 后来催了 被那个男的骗了 他说 承认被一个已婚的男子骗了很久 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 啊 鲁台长你好 啊 啊 想请鲁台长看看我 呃 本人的图屯 我是 七七年出生的蛇 你现在家里 有没有佛台啊 有 我们有安观 观世音菩萨 我现在看你佛台上 不止观世音菩萨 还有其他菩萨 啊 还有其他菩萨 啊 你现在放了一尊观世音菩萨 只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还有 还有土地公公 好啦 这不叫菩萨 你这尊观世音菩萨 不是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 是那个慈器的观世音菩萨 我看到了 啊 对 呃 台长想看看一下我的姻缘会有吗 哦 你有过的 有 啊 有过的 吹掉了 吹掉了 对了 啊 谈了很长时间了 跟那个男的 对 啊 我看看啊 我看看啊 你要好好开智慧啊 你这个老被人家骗了 前面那个男的很坏了 骗你了 对对对对 对方已经结了婚了 啊 他骗你了 你傻姑娘 自己好好念解节奏吧 解节奏每天念27遍 27遍 嗯 好了 好 乖一点啦 哦 好好好 好 感恩 感恩 陆台长 所以 我们学佛就是在学做人 我们做人就是要做得像佛 光明星灯要天天点亮 让自己的心永远有一颗佛心 所以 是点在心中才能照遍十方啊 所以照遍十方法界 就是说用自己的心去感动别人 用自己的心去爱别人 我们学佛人不是用心点在外面的 不是给别人看的 一定要懂得我们很多的事情 从情愿从来没有拥有过 又好过 拥有后之后又失去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不要太多的拥有 我们就不会太多的失去 不要太多的去有欲望 我们永远不会有太多的失望 人生就是如此 人有时到绝望之后 人才会真正的释放自己啊 一个人没有到绝望 一个人没有到绝望的时候 他放不下呀 当他到了绝望 他知道无助了 他知道我没有希望了 这个时候他就想通了 无所谓了 就这么样了 又有怎么办呢 我们不就是一个缘分吗 所以要经常的释放自己 不要等自己绝望了 才开始释放自己 我们人经常会承受失去的打击 就是坏在想拥有的根啊 因为我们经常伤心的就是失去啊 这个没有得到 那个官没有求到 那个钱没有拿到 这个孩子身份没有搞到 这个小孩子想读经营中学 没有考到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心根啊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曾经拥有 接着就会失去了 那么现在你再去拥有 你很快的又会接着失去啊 所以渐渐的就不存在希望了 很多人接一次婚 离婚的时候非常痛苦 等到他接第二次婚的时候 他满怀的希望 迎接新的生活 没想到给他带来的 接着又是失望 等到第三个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那种对人对物的希望了 这就接着让他更多的失望 所以一个人对事情希望抱得越大 可能失望会越大 然后才会绝望 但是学博人找到博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离开失望 因为我们会重新做人 我们看到希望 我们才能找到人间快乐的时光 绝望 绝望是不烦恼 今天的开始 一个人吃尽人间万般苦 才会找到佛的希望路 希望大家要懂得人生有希望 就一定会有失望 失望和希望 就像人间的双胞胎啊 因为这个孩子有了 那个孩子就没有 因为那个孩子没有了 这个孩子就会拥有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世界这么大 如果我们不来人间 整治人间之苦啊 如果我们不去生活 我们哪知拥有什么 我们哪知拥有什么失去什么 要懂得 学佛人一定要有勇气 接受有和承受无 一个人学佛 一个人学佛不能说 我今天闻到了佛法了 我心中还不精进 还不努力 我再等一等吧 在永平市 在永平市有一位八十多岁的驼着背的老禅师 在大太阳下面晒着香菇 这个著石叫道元和尚看到之后就冷不住说 长老 长老你这么大年纪了不必太辛苦 我们找几位法师替你代劳嘛 老禅师说别人不是我 老禅师话是不错呀 但也不要挑大太阳来晒呀 这个不是时候啊 老禅师说 大太阳不晒 难道要等到阴天 下雨天你才晒吗 修禅人的境界 无论什么都不要假守于别人 也就是说要懂得自修自得 很多人自己不念 让别人念 他得到的不是自己的功德 而是别人的功德 所以我们学博人不能等到明天 别人不是我 现在不做 更待何时 学博人必须要抓紧时间啊 我们学博要在痛苦当中 找到自我 从伤害中找出人生的方向 学博会使自己更有智慧 痛苦的时候 我们要有耐心啊 台长跟大家讲过 不学博的人是一辈子苦 而我们学博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了原因 我们知道了解救的方法 所以学博人的苦是暂时的 而不学博的人 那苦是永远的 希望你们痛苦时要有耐心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必须要忏悔 我们在人间吃苦要有恒心 因为拥有的耐心与恒心 那是学博基础啊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学博人必须要有恒心和耐心 如果谁失去了学博的耐心 便失去了恒心 谁就不能拥有学博的智慧 夫妻吵架 谁有耐心 谁就能解决问题 与朋友做生意 不管受到伤害 你只要有恒心 谁有恒心 谁就能把这个生意做好 所以我们做人就是要在忍辱当中学会精进 一定要忍辱精进 夫妻实际上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相爱 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争吵 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谁有这两个字 谁能把你的家庭维持 谁没有这两个字 你就家庭破裂 刚才跟你们说 第一是相爱 第二是争吵 最后这两个字就叫忍耐 一个小笑话 是真实的 在2001年 一名妇女到法院里 提出离婚 带着一个鹦鹉到法院去 她说原因是因为她家里养着那个鹦鹉 鹦鹉啊 学蛇的嘛 她不断的在说 离婚离婚 忍耐忍耐忍耐 再忍耐忍耐 你知道因为她的太太听到鹦鹉经常讲这句话 她就怀疑她的丈夫在打电话的时候 跟她的外面的女朋友说 我一定会离婚的 你要忍耐啊 你看看 结果她就怀疑她的丈夫 带着这个鹦鹉 居然她还来到了法院 我们暂且不说她有没有 mental disorders 就是有没有精神病 我们说她的行为 因为对她的丈夫 她提出离婚 结果法院不同意 她就不停的回家 就跟她的丈夫吵啊 吵啊吵啊 最后 丈夫真的在外面就找人了 而且真的离婚了 这就是没有智慧啊 所以把别人往好的地方看 那就叫正能量 把别人往坏的地方看 你的心中就拥有负能量 我们学博人必须要有正能量 什么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看 因为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 而明天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 因为明天因为有婆的指导 一个人的悲剧 往往是自身给自己造成的 一个人的家庭的悲剧 这是你的性格和你的心态造成的 很多人为什么会失去家庭 永远不满足啊 看见自己的太太觉得老了 觉得不中用了 看不起她了 多可怜啊 想一想啊 不满足很快的就不在乎 不在乎就面临着失去啊 所以要懂得平衡心态 看着太太老的时候 你也去照照镜子 难道你会年轻吗 平衡心态 平衡就是一种智慧 对世界上不管什么事情 人的心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内心 一个是外心 看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如果夫妻吵架 我厌了 我不想跟他过了 这个时候是因为你的外心 然后本性站出来说话了 怕不容易 跟了我这么多年 吃了这么多的苦 没有关系 吵一吵 过两天不就好了吗 这正心就出来了 所以人要平衡 靠着自己的本性来平衡 用现在的话讲 就说碰到任何事情 用你的良心做你的护卫吧 多用自己的良心 就会启发你自己的本性 多用你的本性 就会引发出你的佛性 要学会宽容 要学会包容 要学会用佛的慈悲来随缘 这个世界的任何事都是空的 随缘就好 今天我拥有了 那就是我的 今天没有我的 如果我得到了 那是不安的 所以抢来的东西 一定会被人家得回去啊 所以真来的不是你的 而随缘来的 那才是你的 能够让你在人间 获得平安 理得的 那才是真正 你的随缘随分啊 佛陀说 一念鱼 即 般若觉 什么意思啊 如果当一个人的脑子里 只有有一个念头 是鱼吃的 接下来 般若就绝了 般若就是智慧 智慧就没有了 所以 一念鱼 般若觉啊 所以鱼吃的人 智慧不会藏随着他 一念智 即般若生啊 当一个人拥有智慧的时候 他的般若就会生出啊 人间的智慧会引出佛法的般若呀 希望大家长生善心 常生善念 就能够让你 常生 因为人的善念 人的鱼吃 都是在自己的心啊 能够长久 帮助别人的人 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 因为你帮助了十个人 十个人给你的回报 比你一个人付出的要多得多呀 所以把爱奉献给全世界有缘众生 让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在学博当中 都能想通 想明白 想得开呀 那就叫开悟啊 现在这里有三层楼啊 所以我们要让第一层的人开悟 要让第二层的人觉悟 要让第三层的人永远不要失误 想着众生 心中积存众生 一切自在来源于选择呀 有时候我们选择了恶 我们就面临着一大堆的恶 如果我们选择了爱 我们就面临了不同的爱 所以放下越多 拥有越多 今天放下 今天拥有 即刻放下 即刻拥有 不要有习惯 很多人 不想改毛病 经常说一句话 我习惯了 我经常这么做的 我已经习惯了一辈子了 我改得了吗 记住 习惯 就是因为你长期的做的某一件事情 而且你不知道他是做错了 你一直在这么做 你以为这是习惯 但是这个习惯 一旦到了因缘果报成熟 它就会爆发 就像一个人习惯抽烟 我抽了十年了 肺也没坏吗 但是你记住 你总有一天 你的肺会坏的 所以习惯要养成好的习惯 习惯不好就变成习性 所以我们的无名就会出来 一个人执着于自己的习惯 不肯改 慢慢的就会产生无名啊 无名就是不明白 不懂道理 所以真正的学佛人 要破除无名 就先要改掉人生的坏习惯啊 习惯有时候像一条绳索呀 在我们的思维当中 很多的习惯 就是一条无形的绳索呀 因为我从来不喜欢吃绿叶菜 我告诉你们 很多人不喜欢吃绿叶菜 眼睛就很快的会瞎掉 因为说你的习惯 造成了你的眼睛瞎掉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要把我们捆绑住 我们自由的坏习惯 要换个角度 要把它松绑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松绑自己的坏习惯呢 换个角度看世界 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旅程啊 台长告诉大家 有时候在做人当中 真的要学会宽容和包容 听众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心灵法门一年后的三大灵验之事 第一 他卖不出去很多年的 很长时间卖不出去房子 他一念经 一学心灵法门卖掉了 第二 自己的三个子宫肌瘤完全没有了 卵巢囊肿也消失了 都是奇迹般的 没有吃药 他就治愈了 这是过去吃了很多药 但是后来呢 一直消不掉 后来他一念经好了 第三 他的先生的生意大胃好转 收入增加50% 债务完全消失 他说不但没人拖欠债务 还有人经常给他小费 所以呢 想要小费的人呢 我就不知道了 下面请大家听一段这个录音 我说三件比较大的事 第一就是我卖掉了 沟口死那个房子 就放很长时间卖不出去 那个房子 第二个呢 就是我上个月 我去检查 我有三个子宫肌瘤 其中一个是比较大的 差不多有手指那么大 现在完全都没有了 还有就是我那个卵巢 有一个肿囊 也消失掉了 就是那个报告出来了 所以我都惊喜的不得了 真的是 否则们你难免一刀啊 对啊 结果检查出来 那个人来问我 你来检查什么东西啊 你子宫里边什么都没有 我说不是吧 我有一个子宫肌瘤 因为两年之前 就一直大一直大 大得很快的 然后他又在很仔细的帮我检查 他说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真的是 观世音菩萨跟台长都很慈悲 还有就是我老公那个生意 修了心灵法门之后 他的生意即使是坏的时候 也比他以前要好得多 看见了吗 现在这个收入啊 比以前多了百分之五十 而且因为我们以前收钱 就是出现很大的问题 差不多要吵要闹啊 才能把钱拿回来 现在修了这么一年来 都没有给人家欠过一笔钱 而且呢 就是当天做完 当天就给你了 所以真的是差得远 有些人还特别多给你几十块钱 说这个给你饮料费什么 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 自己要多发愿 自己要多度人 对对对 谢谢您台长 鼓掌 如果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 能够平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 就是福气了 我们人不能不知足啊 要懂得有多少人 因为在今天 他已经见不到明天了 所以很多人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因为他得了绝症 所以多少人 在今天他成了残废 多少人 已经在今天 家破人亡了 想一想 当一个人 珍惜生命的时候 珍惜世界上 一切的时候 等于你拥有了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啊 一个小村庄 几个月没有下雨了 干旱啊 结果村庄里的人 都到庙里去祈求下雨 法师在那里 给他们祷告 给他们 叫他们一起念经 很多人都在那里 菩萨保佑啊 所以人要真心啊 这个时候 法师看到 有一个小女孩 在人群当中 长得个子这么小 拿着一把伞 这个法师 这个法师非常感动的说 你们大家看见了吗 这个孩子是最有感情 最懂得慈悲的人了 因为他今天来祈祷 来向观世音菩萨 说让这个村庄能够下雨 他是带着伞过来的 因为他心中相信菩萨 菩萨一定会降雨 给我们的 结果第二天 真的下雨了 孩子的感情 那是纯洁的 是纯真的 希望我们学佛人 要用纯洁的感情 要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一定能够学佛成功 佛说 命由己造 相由心生啊 我们自己的命是由自己造成的 我们自己的苦痛啊 人生百态 人生百相啊 都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所以世间万物都是画像啊 也就是那是不真实的 幻化出来的 有的人问台长 台长什么叫幻化呀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人在这里 家里只要有人拿着你的照片 而这张照片就是你的幻化之声啊 因为他从照片里也看到了你啊 所以要懂得 我们心不动 万物皆不动啊 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的需求和欲望 我们不动心 这个世界上一切还是造就啊 所以心不能动 人的情才不会变啊 人的毛病为什么今天能变 明天又不变了呢 明天不变 后天他又变了呢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 说女孩子谈恋爱 翻脸居然比翻书还要快啊 想一想啊 你们鼓掌的都是翻过脸的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修心要懂得 万物唯心造 这个世界是由你心造成的 你今天看见了 你才知道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你没有看到了 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心中想到了这个事情 它就存在了 当你不想的时候 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的心中 想到了菩萨 我们要好好地求佛 要念经 菩萨就存在了 我们想到了 我们要去除孽障 我们没有看到过去的孽障 因为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 已经消除了孽障 那你可能就没有孽障了 希望大家要懂得 从心下手 心就是改变人生的最主要的一个器官 心要改变 自己才能觉悟 如果你心不能拖出人间的烦恼 你就会永远痛苦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想得通的人 就是叫觉悟 觉悟之人才能解脱 心灵解脱 你才会得到正等正觉 在修行当中 引起烦恼的不是事情 也不是事情的本身 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例如台长举个例子 你在沙滩上躺着 开开心心地躺着 闭着眼睛 突然之间 有一个人踩了你一脚 你刚想跳起来骂人 突然之间 看见了这是一位 孤苦伶仃的盲人 他踩了你一脚 你绝对不会骂他 也不会去跟他争吵 所以人对事物的看法 决定了你对事物的态度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要懂得烦恼来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用佛法的六度当中的 忍辱 那么你们才可以让你们远离烦恼啊 要忍辱啊 要懂得远离烦恼 要远离生活当中的不如意 要想象成每个人碰到的麻烦 都是会碰到的 有的人比我麻烦还要多呢 要想象一下 嗯 这是对我学佛人性格的磨练 今天他能碰到 他能克服 我也能克服 这样你就不会去烦恼了 因为用正思维 正能量去对待人间的一切烦恼 你就永远不会再烦恼 人在看世界上任何问题的时候 有好几种观点 所以有一位寺庙的大师 他想选择一个一波传人 这时候有两个弟子 一个大弟子 还有一个二弟子 这两个徒弟呢 是他的心中的 比较选择的对象 这时候这个师父就说 你们两位弟子到外面 去帮我捡一片最美 最完美的树叶回来 不久大徒弟回来了 大徒弟跟师父说 师父啊 我给师父的这一片 不是最漂亮的树叶 因为我早变了 所有的树叶 没有一片是完全漂亮的 这片树叶虽然不完美 但是我看到它是完整的 二徒弟在外面转了半天 空手而回 他对师父说 师父啊 我见到了很多的树叶 但是我怎么也挑不出完美的 所以我一片都没有 这个时候 师父就将一波传给了大徒弟 每个人活在世界上 都是不完美的 不完全的 也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们该有的优点 该有的缺点 都是有的 要常常看到别人的优点 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 要懂得看一个人 常看他的优点 把他的缺点看得小小的 因为他是不圆满的 所以你才知道 人才是一个完美的人 是一个完整的人 因为你把他的缺点放弃了 你拥有了他的优点 所以优点永远会让你发喜 常看别人优点的人 这个人就能让自己 更加精进学佛 感觉到人是这么的完美 人要学会接纳自己的长处 也要接纳自己的短处 别人的长处要接纳 别人的短处 他也要接纳 那就犹如要接纳别人的优点 和接纳别人的缺点一样 在接纳当中 你会得到最大的释放和自由 你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如果记住 一个太太正在骂你的时候 你心中非常的难过 因为人的毛病 就是当别人给予你的时候 你是千谢万谢 当别人只要有一点点不如你意 不如你心的时候 你可以把别人对你的优点 全部都忘记 所以我们学婆人要懂得 能够接受别人的缺点 太太发脾气 但是她继续在厨房间洗碗 想一想 自己的太太是多么的辛苦 这样你就不会接纳 她的骂人的一些语言了 心中想一想 她现在一边骂人 她一边骂人的时候 她精力倍增了 她可以不停地洗刷刷 洗刷刷的 所以感恩她了 因为我在看电视 而你在洗刷刷呀 不要跟别人去争吵 心中才是永远得到的是爱 多一点爱 多一点理解 这就是学佛人的心态呀 太长告诉大家 在佛经当中有一则故事 说的是有两个商队准备出门经商 但是呢人数太多 怕混乱 那个时候古时候做生意啊 都是马队了 马呢驮了很多的东西 他们去经商做生意 但是这个马队呢人太多了 好分成两队 分成两队之后呢 两个队长呢 一个很有智慧 还有一个没有智慧 大家都在争啊 我们队伍先走 他们的队员说 我们要先走 结果一个很有智慧的 第二队的一个队长就说了 没关系 你们先走吧 好 他们第一个领队 他呢就觉得自己呢 很聪明 我呢可以先走 那么我可以让我的货牛啊 就是运货的牛车马车啊 一路上吃草 把草呢吃掉 吃掉之后呢 然后先到 可以先做生意 那么他就选择先走了 那么第二队的队长呢 非常有智慧 那么下面的队员呢 感到很不满意 就问队长 为什么让他们先走 不让我们先走呢 那个队长就告诉他 你知道吗 在草地里长的很多都是野草啊 而且那些草都是老的草啊 你让他们第一批马队先过去 把那些老草 杂草先吃掉 过几天我们再出发 等他草长出嫩芽出来 我们的马队吃的都是嫩草啊 等他们的马队先到那里做生意 做得好不好坏不坏 我们都能知道了 帮我们先探路啊 对我们今后做生意 绝对是有帮助的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做人凡事要退一步 在人生的道路上 你就会活得很自在 永远要让别人先做 自己退后 哪怕别人占便宜了 我也要在后面 因为我永远是拥有智慧的人 不争不强 那就是般若呀 在人间祸福无门啊 忍耐一时之气 就免得百日之忧啊 你们知道吗 真的是这样 台长在澳洲 我经常让那些小朋友 我的那个秘书处的小朋友 给他们做现场的示范 我说为什么会有恐惧 恐怖的 因为你跟别人争了 就会有恐怖 我们开车 开到一个停车场 明明这个车位 是应该我们台长的车位 进去的 没想到杀出了一辆车 直开进去了 他停下来之后 他觉得他占了位置了 这时候台长就跟边上的秘书说 不要着急 台长来献话给你们看 怎么样让他恐惧 怎么样让他恐怖 因为他争了就会有恐怖了 这个时候我就开车 停在他的边上不走 结果他先坐在里边 半天不敢出来 最后等到他出来了 他又不敢走 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 他想如果因为他抢了我的位置 说不定等到他一走 我就会把他的气放掉 把他车身滑烂掉 所以他就不敢走了 这就是不争不抢 你无恐怖啊 所以跟别人一争一抢 你就有恐怖顾了 告诉大家 人有时贫穷 但是我们人需要的是自在 我们人一旦变为富有 会有很多的烦恼啊 多忧愁啊 所以世界上万物都是画像 要看明白 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啊 心不变万物皆不变啊 所以人间一切 我们要笑着面对 不要埋怨 我们要随缘啊 台长为什么经常喜欢放一点 在广播当中给你们听的一些事情 因为每一次大法会 有新加坡 有马来西亚 有很多人初次接触佛法 让他们听一下 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启发 所以在一位85年 小姑娘打进电话 那是在1月11号 声音很轻柔 但是台长看出她 脾气倔得和男人一样 台长看出她的腰不好 妇科不好 掉头发失眠 肠胃不舒服 眼睛干 人太敏感 喜欢打爆破瓶 和人家争论 这个小姑娘傻眼了 你们听一下 谢谢 台长你好 我是85年生的属牛的 你做人不会做 脾气再倔像男人一样 听得懂吗 对的对的 自己的腰又不好 听得懂吗 对的对的 还有啦 自己要注意呀 妇科一直不好 好灵啊 对台长 好灵啊 看着什么都看得见的 还有啊 掉头发要当心啊 掉头发掉厉害 晚上失眠 听得懂吗 对 还有啊 太敏感 敏感得不得了 嗯 真的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自己要注意 血脉循环系统不好 就是有时候让你 肠胃不舒服 嗯 还有眼睛干 对 人不坏 就是喜欢跟人家打抱不平啊 喜欢跟人家争啊 争论啊 好像自己口才好得不得了了 有时候就一口气提上就巴巴巴巴巴巴的说了 巴巴巴巴 开机关枪啊 明白了台长 感恩台长 我知道了 好好努力啊 所以 活在世界下 如果一个人不能了解生命的真实含义 他觉得生命 生活是对大的一种惩罚呀 他不理解呀 我怎么这么痛苦在人间 我怎么这么苦的 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 我的公司为什么对我这么计较啊 我的老婆为什么这么欺负我呀 所有的这一切因为他对生命不理解 那么现在我们学博了 理解了生命的真谛 那是因果呀 那是定律呀 因果 因为你前世的债 所以你今世在还啊 所以你就不会烦恼 不会忧愁了 因为我们要还完债务 我们才能无债一生轻啊 所以学博人 那是真实的人生 人生无常 不追不求 般若心眼前 心若有定 好坏都一样 如果心中有佛 得失均无仿 不管得也好 失也好 对我们都是一种考验 所以人间的名利 财富有如天上的佛云一样 很快就会散去 一散而过 我们没有办法把人间的快乐留住 我们更没有办法把人间的烦恼和悲伤留住 知道人间的悲伤那是犹如佛云一定会过去 那我们就不要悲伤不要烦恼 当我们追求不到的时候 我们不要失望 如果你想不失望 我们就不去追求失望 我们不要去求 台长告诉你们 无求就是宝啊 今天你们要记住 我们无所求 我们不求世界上任何的东西 那就是胸中拥有一块宝石啊 因为无求之后 你会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这难道不是宝在心中吗 最后 师父 台长告诉你们一句话 这是台长说的 人道无求品质高 我加了一句 修道无我 物尽豪 好 那么我准备了很多 都来不及跟大家讲了 所以呢 今天呢 跟大家呢 开始呢 就到这里 再一次感恩 我们伟大的佛陀 将佛法带入人间 感恩我们观世音菩萨 把大慈大悲 融入我们的心田 感恩所有我们在座的人 感恩一切 对我们生我 养我 对我们付出的人 拥有感恩心啊 拥有慈悲心啊 那你的明天 将会更美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